下面是前面講過的事情 就是什麼叫做強酸 強酸就是強電解質 就是在水中會幾乎完全解離的 可是然後我們又說 酸都會解離出氫離子 但這不代表它其實濃度一定很高 我只有一點點的強酸丟到水中 完全都解離 這裡面不會有很多的氫離子 所以濃度不高 硫酸在水中幾乎都會變成這樣 實際上硫酸不是這樣解離的 硫酸解離會分兩段 而且兩段解離程度不一樣 那個高中在說我們國中就這樣解離 而且要說完全都解離 兩個氫離子加一個硫酸根 所以我們叫做強電解質 那乙酸就是醋酸 醋酸在水中會解離 可是它只有一部分 我們舉例說一百個下去 只有十個會拆成氫離子跟醋酸根 其他九十個還保持原來的醋酸的樣子 叫做部分解離 所以它叫做所謂的弱電解質 就是弱酸 所以強酸就是強電解質 弱酸就是弱電解質 好然後強檢弱檢的分別也一樣 所以以後我就不再跟你講 什麼叫強檢 什麼叫做弱檢 意思是一樣的 強電解質 強酸強檢 弱電解質 弱酸 弱檢 OK 那基本上我們後面會告訴你 它的酸性是由氫離子決定的 所以氫離子比較多就會比較酸 那跟它的強酸或弱酸沒有關係 你一大缸子的水 滴一滴濾化金下去 它還是完全解離 它還是叫做強酸 可是它氣氫濃度非常的低 一點都不酸 一點都不酸 就這樣 所以這兩個意思不一樣 好 酸性是由氫離子濃度決定 是強酸弱酸沒有關係 當然 當然 我們的氫瘤酸 它濃度很低 所以酸性很弱 但仍然叫做強酸 不然叫強酸 因為它是完全解離 可是因為它的濃度很低 所以氣氫很少 所以酸性不強 喝起來一點都不酸 喝起來一點都不酸 OK 當然 弱酸的氣氫濃度絕對不會很高 因為弱酸 第一個本來就有溶解度的限制 不可能溶無限制 無限多 然後它也只有部分解離 所以弱酸的氣氫濃度不可能會很高 而是強酸的氣氫濃度可以很低 可以很低 就讓你知道一下觀念而已 OK 說明一下強酸弱酸 解離的程度 我把光抗方程式 我給你寫的 觸酸解離出氫離子跟觸酸根 你就知道它會解離出氫離子跟觸酸根 不知道它會解離出多少 所以光抗方程式 你不懂得解離程度 那要另外做實驗才會知道 那我們剛剛跟你講的 我們的國中階段 我們的強酸動作完全解離 百分之百解離 一百個下去一百個拆開 那弱酸呢 就只知道它叫做部分解離 解離多少 不理不管不重要 我們不做任何的這方面的計算 所以知道部分解離就可以了 部分解離我們就不討論它 就是有歡迎跟你講一下 什麼叫做強酸 強酸什麼意思 然後呢 酸性是什麼決定的 讓你能夠理解 OK